入門位做了一個牌櫃位 然後有一個全身鏡 很漂亮的東西 廚房就分到兩邊 因為這家屋就放了家具給你感覺 有沒有家的感覺 我覺得有的 這裡是工作露台 看出去都是山景 挺漂亮的 沙田市中心那邊的景 這邊就有工人房 夠闊 然後又有工人的浴室 整個廚房的配置 單機座用三文治 大屋那邊就用買樓 所以有得買就買大間一點 這裡就是放了一些傢伙 你見到放了餐桌 然後有一個廳櫃 其實企利很多 還有樓底都夠高 他做了這些吊燈 都不覺得硬抑 放了長沙塊梳化椅 還有空間可以給你活動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露台位 看出去就全身鏡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馬路 聽不到車聲 其實OK的 走廊這邊相當寬敞 走過來就舒服 而睡房那邊 都做了一張標準的單日床 做了衣櫃 然後看出去山景 然後做了層架 樓底都夠高 就看看你怎樣利用樓底的空間 浴室最重要是站在你 還有一個淋浴區 再轉過來就是第二間房 跟剛才的房間差不多一樣 都看著全山景 床就小了 他做了一張書桌 另外一間房間就是 窗窗就小一點 看自己的天寫位 所以他做了一個書房配置 方便來讀書 正修 主間房就相當闊 反而把床三邊落到床 有兩個床頭櫃 這個還有一個側窗 然後有一個漂亮的衣櫃 你看到這裡可以掛光衣衫 轉過來就是一線大窗 望出去的景觀都相當通透 有山有城 有水 來到晚上就不晚加單貨 漂亮的 牠的長身都鋪了一些木色臉 然後再轉進來就主要是浴室 有一個大的全山景 配置就很奇怪 浸浴區 欠一個浴浴區 但是有窗 像這些最便宜的 12,000多 是相當抵賣的 新龍機 豪宅配置 山區遠一點 其他都不是一個問題 你覺得 正不值得入 好 好